一张图叫你看懂和田玉的皮 订阅玉园和田玉每天学点新知识 皮色料越来越受爱与人士的喜爱 今天就借用一张图 把皮色料都来说一说 1.红皮 红色看起来就喜庆又吉祥 况且是红色出现在玉石上 绝大部分红皮的颜色 并不是标准的红 可能是红中带黑 这样的子料异常珍贵 会在某一小块聚集 也有可能是整块零星分布 但无论是哪种红皮的子料 其价格都不是我们普通人能轻易买得起的 2.黑皮 都说千年红 万年黑 说明黑皮形成的时间比红皮更长 黑皮子料的皮色是因为预质中 渗入了外来的铁蒙等深色矿物 在预质松散或有裂系的地方 慢慢地沉积而成的 黑皮子料总体的诺性 细腻油润度要更加上乘 所以一般价格都不可小觑 3. 秋梨皮 秋梨皮外表长得像梨的皮色料 皮色薄 预质大都细腻油润 秋梨皮的颜色有深有浅 韵味不一 深色的秋梨皮看起来偏黑 有内脸沉稳的质感 浅色的秋梨皮偏淡黄 色泽较淡雅 4. 撒金皮 撒金皮其以点状 货片状分布于子料表面 看上去就像点点金子撒在表面一般 撒金皮的整体肉细 而且在金黄色皮色的硬衬下 肉色看起来更加美 更加老熟的感觉 5. 油酷料 油酷料就像是 浴室表面像撒了芝麻糊 油酷料在形成的过程中 肉质较松 或者有裂痕 这样黑糊就在皮色表面灵性分布着了 油酷料有好也有坏 好的油酷料一般肉质细腻油性好 6. 油烟皮 油烟皮也叫烟熏皮 像是烟熏过一样 或者看上去像是抹上去的颜色 呈黑灰色或黑褐色 油烟皮无论皮色 还是预质看起来都比较老熟 当然它也有缺点 就是预质很容易发青或发灰 比较白的很少 7. 白皮料 白皮料是一个泛指的概念 并没有严格界限 只预料表面被一层白色姜皮包裹 类似一层白色棉浆或薄霜一样 7. 黄沁 红沁 颜色赋于料子表面薄薄一层 称为皮色料 颜色深入到内部的料子为沁料 黄沁紫料的黄色不是原生的 是由后期沁入的三架铁离子浸染制色 属于次生色 颜色由外质里逐渐变浅 红沁也是受到微量元素长时间的浸染 河流在日积月累的冲刷下最终形成的 除此之外还有鹿皮 虎纹皮 看名字就知道大概长啥样了 每一种皮色料都不便宜 但都异常受欢迎 除了预知不错之外 天然的皮色是经大自然 这双神奇的手而成 每种皮色都有不一样的美 皮色是区分是否是子料的重要依据 还是俏色巧调的绝佳材质 过来吧 咱们下次判冰了